好,第二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讨论极限 我们讨论两类极限 一个是数列的极限 另外一个呢,是函数的极限 这是我们维基峰最最开始要学的东西 数列的极限和函数的极限 什么叫数列 数列就是一列数的 而一定是剩下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有序的排列 我们把它叫做数列 那有一些常见的数列 比如说,二分之一就是一个数列 二分之一这个数列就是 一二分之一 一分之一、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一直下去 N也是一个数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下去 一加上N分之一的N次方 这个数列 如果说还记得微基峰的话 极限是E 这样对数的D就是E 这也是一个数列 我们根据数列的不同的性质 我们给数列 又要来分类了 不同的侧重点 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第一类呢 就是单调地震的数列 单调震的数列 就是对于内的下标N XN小于等于XN加一 也就是这是一个数列 往N越大的方向 往大的方向走 这个数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大于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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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单调地震的数列 同样单调地减的数列 N从一二三四五一直排下去 这个数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就叫单调减数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N作为一个数列 一二三四五一直下去 当然是一个单调震的数列 这是后面那句话要证明的 一般微基峰书里面 我们要写一道大题来证明 一加N分之一的N次方 是一个单调震的 用到一点点二相式定理 我们这样就不证了 这是一个单调震的数列 有时候呢 单调震的数列 我们给一个 这个 朝上箭头 N分之一想让单调降的时候 一一分之一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单调降的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把它写一个证数列 表示单调降的 大于等于小于等于 如果不等候是严格成立的 我们把它叫做严格单调震数列 严格单调降数列 第二种分类方法 把它分成有界数列和无界数列 要是说有界和无界 我们来看看 什么叫有界呢 承担着一个实数 大于等于零的实数 M 使得对于另一个N 所以N正 就一二三四五六 正正数 都有XN 是小于等于M的 那么我们把 马祖这个性质的数列 叫做是一个有界数列 那无界数列的话 我们讲 对于另一个N M大于零 都存在一个N 此的XN 大于M 你看 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一些常见的对应法则 这个不就存在和对内的对应 这两个是对应 这两个是对应 否定一个 有界数列 它的否定当然就是无界数列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些呢 是有界数列 N正之一是有界数列 小于等于一 一加上N正之一的N次方 也是一个有界数列 我们可以证明它 小于等于三 绝对是小于等于三 不是有界数列 这是单调降的 有界数列 单调真的 有界数列 N当然是一个无界数列 单调真的 无界数列 子列 什么子列的话 就在一个数列里面 我们把一些数 按照原来的顺序不变 把它拿下 摘下来 叫做 构成了一个新的数列 就叫做一个 原来的数列的子列 所以有两个大大有名的子列 一个叫做 偶数子列 我们把 x2 x4 x6 x8 按这个顺序一直排下去 就是偶数子列 还有一个当然 就是极数子列 x1 x3 x5 x7 x9 一直下去 叫做极数子列 那么偶数子列 极数子列 所以那直列 就是顺序不能改 如果说你摘下一些数 来顺序改的话 那就变成另外一个数列 就不再叫它的直列 所以顺序不改的情况下 叫做直列 数列也有 两个数列彼此之间 也有一个四者印刷 第一个 加减印刷 乘法印刷 除法印刷 那一做除法 非要跟人家讲清楚 方法要不为例 所以呢 两个数列 在可以除的情况下 它们的四者印刷之后 实际上构成的是一个 新的数列 数列的极限 说起来比较闹口 我们讲 一个数列 xn 如果存在了某一个常数 大a 使得对于另一个 一个ε大于0 都存在的一个大n 是属于正整数 存在的大n 对于另一个 小n大于大n 打出一个字 都有xn 减a 绝对是小于ε 这时候我们就说 xn这个数列 但n区正无穷的时候 收连到一个 四数a 把它集成这个 如果不存在的 我们就说 不收连 或者说 发散 我们来看看 什么意思 我们找一个数轴 这个是a 我们来看看xn 减a的绝对值 什么东西 我们讲 两个数 差的绝对值 所以表示 xn和a之间的距离 这是距离 也就是说 对于另一个 ε大于0 一个正整数 这个距离 都可以小于ε 也就是说 你给我一个ε 我都可以让xn和a的距离 都很小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下标足够大 下标足够大的时候 这个xn和a的距离 都很小 这个xn和a的距离 是不是刻画了 它的接近程度 所以呢 接近接近 要多接近 有多接近 只要下标 足够大之后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把这种性质 叫做 它是有极限的 limit n去无穷的时候 xn等于a 这是数列的 极限的定义 从定义的角度上来讲 那实际上来讲 我们就来看 xn和a 什么要多接近 有多接近 只要下标 足够大就行了 无穷大数列 无穷大数列 是一个新的一个数列 也就是说 是一个特殊 有特殊性质的数列 这个性质是什么呢 这个数列 要多大 有多大 也就是说 对于n的一个m大于0 我这个数列 xn的绝对值 都可以大于m 什么要多大 有多大 只要下标 足够大就行了 存在着一个n 是一个正整数 对于n的小n大于大n 都有这个性质 那么这就叫 xn这个数列 是无穷大 所谓无穷大 就是要多大 有多大 只要下标足够大 就行了 那么这个数列 就叫做无穷大 显然 我们可以知道 n是一个无穷大数列 要多大 有多大 我下标足够大就行了 Logan也是一个 无穷大数列 A的n次方 也是有大数列 A要大于1的 然后呢 n的阶层 也是有无穷大数列 n的n次方 也是有 这些都是无穷大 那么无穷大 无穷大 无穷大也要比大小 我们说两个数列 都无穷大 到底谁大呢 那么我们把两个数 比大小 有两 一共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减 第二种办法 就是除 那么减法有时候 不太靠谱 那么除法 我们经常用 所以呢 我们讲 无穷大比大小 拿一个无穷大 和另外一个无穷大 去做他们的除法 然后看看 如果说是去一的 就差不多大小 去零的 显然分子比分母要小很多 去无穷的 分子比分母要大很多 所以呢 我们来看看 无穷大 无穷大之间比大小 那么用的是除法 从除法的结果上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 Log N 要远远小于n的 lambda次方 lambda是一个 大于零的一个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Log N 除以n 跟lambda次方 lambda是大于零的 一定是趋于零的 让n趋于一个无穷大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Log N是一个无穷大 n的lambda次方 也是一个无穷大 两个一处趋于零 表示什么呢 尽管两个都是无穷大 Log N 比n的lambda次方 远远小 条件是lambda要大于零 所以无穷大之间 也可以比较小 那么n的lambda次方呢 要远远小于 a的n次方 a是大于1 也就是n的lambda次方 除以a的n次方 a带1 一定是趋于零的 后面呢 a的n次方 要远远小于n的阶层 n的阶层呢 要远远小于n的n次方 也就是n的n阶层 除以n的n次方 一定是趋于零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常见的 一些无穷大比大小的问题 因为我们无穷大有时候 经常要看 到底多大呢 那么无穷大也好 后面我们讲的无穷小也好 到底多大 到底多小 我们通常用的 都是用除法来比较 无穷小数量 数量到零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无穷小数量 那么 无穷小数量 这个分之一 一定是一个无穷小 这却无穷小 这个分之一 也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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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穷小 无穷小也可以比大小 无穷小的比 就是比大小的话 也是一个除法 比如说 n的n次方 要远远小于n的阶层分之一 远远更简单 我们来看看 n的n次方分之一 除以n的阶层分之一 不就要比大小吗 就等于n的阶层 除以n的n次方 我们知道 它是趋于零的 这个形式 所以呢 从无 这是一个无穷小 这也是一个无穷小 显然分之一 要远远小的分母 所以这个我们是 常见的一些手段 来比 比大也好 比小也好 都是经常用的 那么无穷小的话 我们把颠倒一下 就是 无穷小的 比大小的问题 远远小 无穷小或者无穷大 那么 它们可以比大小 我们刚才办法就是除 一个无穷小 以无穷小为例吧 两个无穷月除 我们说 趋于l 如果l等于1 比较什么东西呢 xn除以yn是趋于1 是不是 我们知道 h等于1 是不是就正好是一样 那么去1呢 基本上差不多大小 所以我们称这两个无穷小呢 是等价无穷小 等价无穷小 我们把它记成 xn和yn是等价的 什么情况下呢 当n去无穷的时候 铁有波浪 我们把这个呢 叫做等价无穷小 所以等价无穷小 实际上就是 差不多大小的无穷小 基本差不多 如果l是一个非零的实数 叫无穷五 无穷五不叫实数 无穷是一种趋势 无穷大的xn去无穷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趋势 我们不叫它 无穷五不是一个实数 所以呢 我们实数交减车数运算 我们不能带无穷来做运算 一带无穷的话就要出错了 所以呢 无穷不是一个数 我们说l l不等于零 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话 l不等于无穷 因为无穷不是一个数 如果有一个实数 l l是不等于零的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呢 叫做同阶无穷小 同阶无穷小是另外一个等价关系 你看 xn除以yn 是不是趋于l 那么l又不等于零 那么xn除以lyn 是不是趋于1 虽然xn和lyn差不多大小 虽然我们把它叫做同阶无穷小 也是差不多 没有本质的区别 就是一个倍数的区别 虽然基本上也是差不多的 好 那么除了等价无穷小 同阶无穷小之外 那么l等于零 也就是xn除以yn 是趋于零的 大恩趋于无穷的时候 那显然xn是不是要远小于yn 所以我们把xn称之为yn的高阶无穷小 我们有时候把自己计算xn等于小欧的yn 把n虚无穷的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高阶无穷小 实际上当很大的时候 xn实际上就是远远小于yn 那么刚才的一些比较大方 我们可以知道 n的n次方是n的阶层分子一 n的n次方分子一 是n的阶层分子一的高阶无穷小 也就是这个东西远远小 这个虽然也去零 稍大一点点 我写小一点 稍大一点点 不是说表示它大 它去居邻的速度稍微放慢一点 比下不足嘛 比那个还要大一点 n的n次方分子要大一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出现一个名词叫做街 等价是差不多 同街呢也是差的不多 高街呢就差的多了 所以呢我们给出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街 街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新引进的一个城 就是一个街 我们经常说一个无穷小 到底是几街无穷小 所以我们给一个无穷小 我们要找它的街 这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给一个无穷小 找街呢 那么我们就 我们实际上我们定义了一些尺度 像尺子说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n的p次方分子 p呢是大于零 我们把它的p叫做街 n的p次方分子 那么n的p次方分子 p是一个大于零的一个常数 那么这时候 n的p次方分子 它的大小我们大概可以估出来 比如p等一 叫做n分子 p等一二 是n平方分子 显然n平方分子 是不是就远远小于二分之一 所以呢 根据p的值的不同 实际上我们对n的p次方分子 的大小 我们经常是可以估算一下 基本上心中有数的 我们把心中有数的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尺度 我们拿一个尺度去度量一下 一个比较复杂的无穷小 比如说一个xn xn是一个无穷小 我们说到底多小 那么我们找一个 n的p次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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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无穷小 下面也是无穷小 假如说 这是一个 它有极限 是趋于l l是不等于零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 xn 是不是跟n的p次方分子 差不多大 顶多差一个倍数 基本上也差不多 差不多大 这时候我们把这个xn呢 我们把它叫做无穷小 我们把它叫做p接的无穷小 所以呢 我们给无穷小呢 找一个度量出来 找一个街出来 找了一个街 我们拿这个街 p是一个大雨林的一个神速 拿这个街 实际上来刻画无穷小 到底多小 我们有一个 叫做一街无穷小 也就是说 相当于p的一 有一个是二街无穷小 相当于p的一二 那显然一街无穷小 要远远大于二街无穷小 尽管它都是无穷小 二街要远远小一街 所以呢 我们给无穷小 我们找一个尺子 什么尺子呢 街的尺子 一街 两街 当然还有半街的 1.5街 1.6街 等等的 我们拿一个尺子 叫做街的东西 去刻量一下 量一下无穷小 到底多小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出 无穷小的到底大下来 所以我们心里有数 到底是多小 有一个叫一街无穷小 p的一 一个叫二街无穷小 p的一 那么他们之间就有这么一个大小关系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对无穷小 我们微积分里面 我们很多情况下 要关心到底多小 后面我们讲微分就要讲小 到底多小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关心 到底多小 所以我们给到底多小 这个小字 我们引入了一个街的刻度量 来量 它到底是多小 好 数列极限的运算性质 我们知道数列 有运算 两个数列 有加 减 减乘除 加减乘除 有四字运算 那么 这个四字运算 在极限的情况下 是如何写出来的 简单很简单 如果说XN 是 它的极限是A 那么C 是一个 10的常数 那么C XN 构成一个新的数列 它数量到 C 乘成A 第二件事情 XN 是数量到 AYN 是数量到 B 那么XN 加减YN 数量到 A加减B XN 乘上YN 数量到 A乘上B X除以YN 数量到 A除以B B 又不得了 YN 又不得了 B 又不得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我们就拿第一条 Limit N起于无穷 XN 加上YN 我们知道 它就等于A 加上B 如果第一条是对的 证明我们不知道 那么A等于什么呢 A不就是等于Limit XN N起于无穷 B是什么东西呢 Limit YN N起于无穷 实际上 这四条性质 它更深层次的本意 是等候左边 是不是先做加法因素 加完了之后再做极限因素 等候右边呢 是先做 分别做极限因素 做完了之后 是不是再做加法因素 交换秩序 加法因素和极限因素 可以交换秩序 那么这就是这四条 加减乘数 实际因素的 它的本意 就先做加减因素 再做极限因素 等候右边呢 是先做极限因素 再做加减因素 交换秩序 一点点的条件 那如果XN 是趋于无穷的 XN分之一的话 当然就是趋于零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找几个例题 来稍微算一下 好 我们来看看 N起于无穷的时候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2N平方加上2N减2 一定是趋于无穷的 开根号之后 还是趋于无穷 所以这是趋于无穷的 这也是趋于无穷的 我们回过头就再想一下 四则应算 加减乘除四则应算 一个收敛到A 一个收敛到B 我们讲有A有B的话 这时候AB都是两个实数 实数是不能给无穷的 所以我们讲无穷不是一实数 所以不能拿无穷来算来算去 无穷加无穷 我谁也不知道 加出什么东西了 无穷解无穷也不知道 无穷从无穷都知道 一定是无穷 无穷除无穷 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个数点到A A是一个实数 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数 不能是无穷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 这是无穷 这是无穷 就不能交换积息 什么叫交换积息呢 刚才我们讲路过 是可以交换积息 都把这个极限 解决这个极限 一看无穷减 无穷就解不了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原来讲的 加减乘数 实质运算的性质 不能适用于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因为它都是无穷 所以我们不能用了 好 我们用到我们原来讲过的 叫做分子有理化的东西 这是一个无理式 减去一个无理式 分子有理化 上下多层他们的和 一层和的话 这是平方差 也就是说 这个的 2n平方加上 2n减3 根号的平方 减去 根号 2n平方 加上 n 根号的平方 这两个一减是分子 分子的话 这两个一减 正好是等于 n减3 分子拿出 这两个的和 所以这是 分子有理化 把无理因子 放到分子上去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件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 数字里面的老大都拿出来 我们来看看 n减3 老大当然就是n 所以呢 我们把n拿出来 实际上是我们把n拿出来 再乘上一个这个东西 这对分子的处理 对分子的处理呢 你看 n平方 这个数字里面 n平方是老大 所以我们把n平方拿出来 变成一个n 那么变成2 加上2除以 提了n平方出来 2除以n 那么再减去3除以n平方 这是第二根式 第二根式 我同样把n平方拿出来 那么变成n 乘上2 加上n分之1 太根号 n消掉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时候你会发现 分子是一个数列 分母是一个数列 分子这个数列 它是收敛到一个数 分子这个数列是收敛到 你看 分子实际上是两个数列构成 我们看看 因为刚开始讲 我们稍微讲慢一点 分子1 减去n分之3 1本身也是一个数列 1这个数列当然收敛到1 n分之3这个数列 是收敛到0 所以呢 根据 减管印酸的性质 1减n分之3 最后收敛到1减0 是不是收敛到1 那么分母呢 n没有了 分母呢 n趋无穷 n趋无穷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是趋于0 这个是趋于0 这个是趋于2 加起来 根号里面是2加0加0 看根号 所以这个分子是趋于根号2 同样我们知道 这个分子也趋于根号2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四则印算 也就分母作为一个数列 收敛到两倍的根号2 分子作为一个数列 收敛到1 根据我们刚才的 你看 刚才的四则印算 四则印算 除无法印算 分子是区域1 方模区域2倍的根号2 那么2根号2分之1 所以呢 就是2根号2分之1 如果写得漂亮一段的话 四分之根号2 当然 在考验来讲 这写不写都是对的 无所谓 但有一点写错的 要扣分的 所以呢 这是我们可以用 加减乘出四则印算 原先我们不能用 经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 我们最后把它凑成一个 可以用加减乘出四则印算的 这么一个一个东西 然后再用四则印算 最后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用到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分子有理化 第二件事情 老大拿出来 数列收敛的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单调有界数列必数列 第一个定点 待会我们会举一个例子 用一下这个定理 第二个定理 就是加B定理 所谓加B定理 就是有一个数列CN 被另外两个数列所加住 被AN和BN所加住 这表示一个加住了 CN呢 是被AN和BN左右加住 一个大一等 一个小一等 加住 什么叫B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B 搁在一块 叫加B定理 也就AN和BN作为两个数列 收敛到同一个数上去了 CN呢 又被AN和BN所加住 最后呢 得到结论 就是CN作为一个数列 一定收敛的 收敛到同样一个数 A上去 加B定理 所以一个数列的收敛性 我们通常的办法 就是单调有些数列 被收敛 还有一些加B定性质 有一些常见的数列的 收敛性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 考试不会去证明 考你证明 所以呢 我们作为结论 我们记住就行了 第一个呢 是N 乘上三元N分之一的 就像是1 这个事情表示什么都像 我重新改写一下 就是三元N分之一 除元N分之一 就是去1 这不就一样的吗 去1 本将 这是一个无穷小 分子是一个无穷小 分子是一个无穷小 分子呢 实际上 也是一个无穷小 这条形式表示我们 去1嘛 差不多大小 那么我们又用一种记号 就是SINE N分之一 是不是跟N分之一 差不多大小 但N去1无穷的时候 所以这个式子 实际上就等价 这一个式子 就等价无穷小的写法 第二个式子 就是 1加上N分之一的N次方 它的极限是E E就是二点几的 自然对数的对数底 那这个是用单调有界数的 比收敛的这个性质 来证明呢 我们证明这个单调有界 然后呢 单调有界数的做收敛 就有一个收敛数和它对应 我们把那个收敛数 就叫做E 最后我们算出了E呢 我们可以无限的接近 你近视来算 那么 A的N分之一次方 它的极限是E A呢 大于0 A大于1呢 是有单调降的 A大于1 开根号越开越小 越开越小 那么A小于1呢 大于0小于1呢 是单调真的 但是最后的公共的极限 是1 那么N区无穷大的时候 N的任何次方 A是属于任何次方 另一次方 它的极限都是1 正的负的都是1 这是常见的 我们可以拿出来用的 我们下面我们找几大立体来算一下 要求这个极限 一个数列 1加上2的N次方 加上3的N次方 扩弧的N分之一次方 我们来看看 这个数列的极限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加B定律 加B定律 我们把三个数列呢 放大 放大到什么呢 小1等1 3的N次方 加上3的N次方 加上3的N次方 N分之一次方 这很明显的啊 因为1小于等于3的N次方 2的N次方小于等于3的N次方 一定小 所以它小于等于3 乘上3的N次方的N分之一次方 我们把3的N次方拿出来 变成3 这个是变成就等于3 所以等于3 乘上3的N分之一次方 它大于等于什么东西呢 我把这两项都去掉 大于等于3的N分之一次方 这写完了 3的N分之一次方的 3的N次方的N分之一次方 当然就是3 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极数 被左右两个极数所加住 这加住了 这也是一个极数 只是常数想 就不变的 长极数而已 这加住了 B住了没有呢 这是去3 这当然就是3 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 3的A的N分之一次方 一定收敛到1 3乘1 这两个是相等的 加 这是加 这是B 加B定理告诉我们 极限 就是3 所以用了加B定理 第二个例题呢 我们就想用另外一个 刚才我们讲两个办法 一个叫加B定理 另外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 那个 单独有件数量被收敛 这么一个定理 那么我们来看看 有这么一个地推公式 我们假设A1呢 就等于A的常数 是带1的一个常数 A呢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 这是一个地推公式 AN加1就等于R分之一 AN加上AN分之A1 也就是说 以至A1我可以求A2 以至A2我可以求A3 以至A3我可以求A4 一直下去 这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 一个地推的过程 这前面呢 可以把后面那个数 给推出来 那么这个当然 可以确定了一个数量 我们要证明 这个数量是一个收敛的 并且呢 我们要求这个收敛数量的 它的收敛极限 单调有件数量 比数量 我们要证明这个数量 是一个单调的 是一个有件的 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极限送出来 有平均值不等次 我们知道 第一个是我们 AN加1就等于R分之一的AN 加上AN分之A1 它一定大于等于 还记得不记得 就是 A加上B 大于等于2倍的AB 这是A 这是B 大于等于2倍的AB 是这两个这个取调 所以呢 AN加1一定大于等于 更好A 有界 有下界 大于等于吗 更好A 是它的一个下界 这是一个下界 单调不单调呢 我们来看看 AN加1和AN的差 它们到底就确定它单调一些 你看 我们来看看AN加1 AN加1啊 一定是小一等于 小一等于 二分之一AN加上AN的平方 除以N 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把它擦掉 我把它擦掉 对一切的 我们来看看 AN加1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AN 加上AN分之A的平方 我们知道 A的平方一定小一等于AN的平方 因为刚才我们讲过 AN加1一定大于等于A开根号 对另一个N成立 实际上来讲 另一个N 随便找一个N 都成立 所以AN呢 一定大于等于 根号A 这是我们刚才证过的 那么AN的平方 是不是一定 大于等于A的平方 也就是说 A 一定小于 等于AN的平方 所以呢 A是不是一定小于等于AN的平方 我拿AN的平方来代替A 那么这一定是 本来是A 那么A小于等于AN的平方 那么这一定是AN加1 就等于1分之1AN 加上AN分之A AN分之A 那么一定小于等于AN分之A平方 AN平方 AN分之AN平方 这两个平方平方消掉 二倍的AN 就等AN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AN加1一定小于等于AN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AN这个数列一定是单列下降的 随着N的增长 这个数列呢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单列下降 单列下降的数列一定有上界 上界是谁呢 A1就是上界 因为A1 L A3S 一个进行往下走 所以A1是上界 所以一个单调下降的数列 我们讲它是有界数列 有下界就行 上界是自然就有的 所以呢有下界 既然是一个单调下降的 有下界的数列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有界数列 有界数列定理告诉我们必收连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定存在的一个A 使得N去无穷的时候 AN的收连值就是A 所以呢 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证明了这个数列 这个数列它的极限是存在 我们把它极限呢 寄成A 因为我们证明了AN这个数列 单调有界 所以呢我们把极限寄成A 那A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给它放到那个递推公式里面 我们这个递推公式两边 N去无穷 一定等于这个是N去无穷 这个极限是A 左边极限A 二方之一拿出来 右边的极限是A 这个极限呢 是A除以大A 对不对 这个极限是大A 是呢 少人的A除以大A 所以大A作为一个极限 它一定要满足这个方程 这个是二十方程 那我们一节的话 大A 实际上解除两个节 一个正负更好A 那么负号 显然就去掉了 一定大于0嘛 很显然的 所以呢 大A呢就等于更好A 所以这是我们这道题的 最终的解法 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这道题 首先证明极限的存在性 用的是单调 有这些狩猎 必收敛 告诉我们极限一定有 然后我们根据对贴公式 来算那个极限 最后把大A呢 等于更好A 给算出来 有的时候就要问啊 我不证明 前面那部分我不用 我直接算 对不对呢 对不起 错 原因很简单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这个极限是只有存在极限 我们才可以操作 可以求这个极限 如果说你在存在这个极限 证明 得到证明之前 是不允许做 Limited 运算的 所以呢 你写这个就错了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 希望证明极限的存在性 然后最后去算 如果极限 证明极限的存在你不证明 那么这么去算 显然不对的 好 数列的极限的常见的计算方法 那 刚才我们讲两个定理 一个是加比定理 一个是 单调乙记 是必说两个定理 这是两个定理 计算方法的话 通常是等价无穷大 或者等价无穷小的办法来证明 那么这个方法呢 跟我们后面讲的 函数的极限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有两个无穷小 XN和YN都是无穷小 ZN也是有无穷 三个都是无穷小 如果说YN和ZN是等价的 那么XN除于YN的极限 就等于XN除于ZN的极限 如果存在的话 一定相对 那么你看 这是我们原来要求的 数列的极限 我们最后 我们没有求这个数列的极限 我们求的是另外一个数列的极限 我们改求了这个数列的极限 这个两个之间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是不是 这两个都大的改变了 X没有变 YN和ZN实际上是做了一个替换 但是这个替换呢 在极限的印象 替换完和替换前和替换后的极限 如果存在的话 应该都是相等的 原因很简单 这两个是等价无穷小 所以呢 这个定理叫做等价无穷小替换求极限的那种方法 那么是 乘法或者除法 仅限于乘除 这是一个除法当然可以用 乘法也可以用 仅限于乘除 在乘除法的时候 如果说 如果说 YN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东西 我们不会算 那么ZN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我们知道 YN和ZN是一个等价无穷小 那么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 来计算一个复杂的极限 所以呢 我们常见的用一个简单的极限 来代替原来复杂的极限 来进行计算 那么这就是等价无穷小替代的方法 要注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这个替代 极限那么相等的 只有当等价的时候才可以替代 第二件事情 仅限于乘除法 将检法不需用 好 我们找一些东西提立提来看一下 怎么样 如何具体的操作 这个等价无穷小做替换 我们要求这个极限 Limit N去无穷一 加上三亿N分之一的等价一次方 我们可以知道 在这个极限里边 一加上三亿N分之一 是去一的 三亿N分之一去零嘛 第二件事情 N加一 静板上的东西 N加一是去无穷的 所以我们把这种极限 叫做底下是去一 上面去无穷的不定式 实际上这个不定式我们看见过 哪个不定式是一的无穷次方不定式呢 如果说我们具体看的话 你看 大家看 这个极限 这个极限 一加N分之一是去一 N呢 是去无穷的 这就是一个一的无穷次方的极限 所以呢 一般来讲一个一的无穷次方的极限 我们一般就套用那个公式来算 怎么算呢 我们变成了 一加上三亿N分之一的N加一次方 就等于一加上三亿N分之一 乘上三亿N分之一分之一 我凑一个这个东西 再乘上N加一 再凑一个三亿N分之一 实际上来讲 这两个消掉之后不成不除嘛 所以这是很等式 这个很等式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 这么一件事情 你看 这个极限 是收敛到E上去 是收敛到E上去 因为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套用了 刚才我们那个办法 就是套用了这个东西 一加上N分之一的N次方 收敛到E 实际上来讲 不光这个是这个极限 一加上任何一个φN 对 φN之方 只要φN是收敛到无穷的 它的极限值就是E 取N的话 要注意啊 上下都是一样的一个数 φN都是同一个φN 第一个是同一个φN φN要取无穷 无论是φN什么样的数 它都是收敛的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E加上N平方分之一的N平方 也收敛到E 也没错 E加上更好N分之一的更好N次方 只要一样也收敛到E 取无穷 所以呢 我们用一下这个数字 我们可以得到 E加上3N分之一 3N分之一是趋于零的 3N 这不是趋于零的吗 那么它的到处是不是就趋于无穷了吗 所以呢 这个是E E的多少次方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要把这个极限算出来就行 带出去就行 哦 我们要算这个极限 我们已经知道 3N分之一是不是跟N分之一等价无穷小的 等价无穷小呢 可以做替换 也就是N加1的3N分之一次方 这是两个式子的是不是乘法 乘除法可以用等价无穷替换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N分之一来做替换 所以呢 等于N加1乘上N分之一 那么这个就是N分之一加一 极限呢 一 所以呢 几次方呢 E的一次方 最后的极限就是E 所以我们套用了原来一加N分之一的N次方的公式 来算这么一个极限 这个极限实际上还可以有另外一种一些办法来算 那么 把它 我们把它 换成什么呢 实际上 1加上3N分之一的N次方 实际上 就等于E的N加1 log 1加上3N分之一 然后我们现在只要算上面肩膀上那个极限 我们算这个极限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也可以算出这是收敛到E的一次方 也可以来算各种不同的办法实际上都可以用到一点点等价无穷替替换 我们再来看看一个收敛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H2加1 H2加1 H1加1 H2加1 H3加1 H2加1 H2加1 刚才我们说数列收连,xn加1减xn收连到零,反过来对不对呢?这是B,所以是什么东西呢?如果xn去无穷,那么xn加1减去xn一定去零,对不对呢?我们待会来看,如果xn加1减xn去零,一定可以推出,这是反过来,对不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上是对的,这个都是错的。 为什么这是对的呢?大家想,如果这个数列收连,那么收连到一个a上去,那么我们看看xn加1是不是也收连到同一个a上去,xn也收连到a上去,a减a是不是收连到零上去,减法的运算法则收连到零上去,一定是对的。 反过来想,如果xn加1减xn收连到零,那么xn是不是一定收连呢?不对,找一个反例,这个xn就等于根号n,那么这时候你看一下,xn加1减去xn,就等于根号n加1减去根号n,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根号n加1去无穷,根号n也去无穷,那减完之后到底什么东西呢? 关子有理化,实际上在一,上面是n加1减减n是1,底下是根号n加1加上根号,那显然收连到零,现在我们可以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xn加1减xn是收连到零,但是xn本身是一个发散的,收连到无穷不是要收连的,是一个发散的,所以呢,b呢,一定是错的。 c字,xn如果去无穷,xn加1减减xn是不是一定收连到零,那也不对,xn等于n,xn等于n,一定收连到无穷,那么两前后一差是1,1的话,显然不收连到零,也不对,所以呢,c也不对。b呢,如果这个收连到零,xn是不是一定收连,那也不对啊。你看,这个收连到零,xn不收连。 拿这个作为例子,就足够了。这是一些概念性的。如果要证明一个极限,数列的极限不存在,当然不存在有科系准则等等,一大堆东西可以用来算,可以用来证明的,但是呢,考验不会考到这么多,比较简单的就是找实列,我们要证明,负1的n次方,负1的n次方是一个数列,负1,整1,负1,整1,负1,整1,一直下去。 那么它的奇数指列是负1,负1,收连到负1,偶数指列是111,收连到1,那么如果一个数列收连,那么它的所有指列都应该收连,并且收连到同一个数上去。 那么我们现在找出两个不同的指列收连到不同的数上,那一定可以证明它是一个方向值。 所以呢,一个数列不存在,极限不存在的方法,找指列的方法相对来讲是比较靠谱一点。 好,这是我们介绍的,关于数列,极限存在,极限不存在,那么我们还顺便讲了,数列之间比大小的事情,尤其是无穷小和无穷大,那么等价无穷小,等价无穷大,我们同时也讲了等价的用场,就是在做一些极限的时候,等价无穷可以做替换。 感谢观看